今次做大蝦、帶子、香草、蒜香意粉 水滾了之後,加點鹽和油 煮大約10分鐘 蝦索乾水,剪掉一腳 背上湯開一刀,挑一條腸出來 我會加少許鹽和胡椒粉給少許味 帶子乾水 蒜頭有六粒至七粒蒜頭 全部切片,還有芫荽 還有香草,材料就這樣 煮意粉的時候,先煎蝦和帶子 燒一隻鍋,放蝦裡 蝦很快熟 鍋片裡,一多小時煮熟 煮熟了,煮熟,可以把蒜熟 煮熟了,再煮熟 煮熟了一分鐘 鑆熟呢,煮熟熟 煮熟熟,煮熟熟 夹起备用 现在处理蒜片 多一点油,放蒜片 慢慢爆,慢慢煎香 不要太大火,大火 一放下去就会焦 小小火,等油热的时候就放下去 再煎香蒜片 蒜头的香味出来了 转身就可以了 先熄火 这锅不够大,现在转到大锅 现在可以放香草进去 这个有茄子 有少许茄子 你喜欢什么香草都没所谓 现在把蜗香草都没用 现在把蜗香草又有 放少许茄子 放少许茄油 把蜗香草又有 放少许茄油 放少许茄油 把蜗香草又有 放少许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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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混好 这个时候就试一下味道了 因為我之前的意粉都用了鹽去煮 而且現在的牛油是有鹹味的 所以就試試是否夠鹹 現在就把我們的蝦和帶子放進去 讓它的意粉有些蝦味 把少許蝦味拌在一起 把芫荽放進去 拌勻 如果你發覺不夠味 我這次可以加少許魚露 魚露令它鮮一點 拌勻後就可以上碟了 好 我這個大蝦帶子香草蒜香意粉 就完成了